我国近期的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增加 确诊的病例甚至是已经超越了印度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在5月21号公布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数据显示 我国每天每100万人之中就有200宗的确诊病例 而印度只有186宗 现在每一天打开新闻 看着国内的确诊病例还有死亡病例居高不下 甚至是在屡创新高都叫人心惊胆战 但是这些病例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组冰冷冷的数字 然而每一个数字的背后却都可能是自己或者朋友 或者说某些人他们的爸爸妈妈孩子爷爷奶奶的惨痛遭遇 也隐藏着一个个家庭心碎的故事 早前8点自热报就采访了一名新冠肺炎的重症病患 和另一名年迈父母不幸患上了新冠肺炎的家属 听他们讲述了新冠疫情对他们的打击 35岁来自森美兰芙蓉的康复病患蔡金富告诉我们 她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感染新冠病毒比重万字还来得更容易 她也没有想过向来自认还算健康 没有什么病痛的自己 确诊之后竟然已经是第四阶段的病患 还差一点就被送进ICU加护病房了 那虽然如今是康复了 但是和鬼门关擦身而过之后 伴随而来的却是必须面对的后遗症 在康复后的两个星期她还一直在咳嗽 甚至出现关节痛 让她每一天都很不舒服 好像病情随时都会再发作一样 那至于爸爸妈妈双双确诊之后 其中爸爸直接就被送进ICU加护病房的家属 蔡小姐她则说 父亲在被送进ICU之后 做家属的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因为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病患 除了祈祷再祈祷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而这样的日子让你的精神非常的煎熬 她也没有想过在父亲被送去急诊室的时候 她和父亲讲的话 竟然就是她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她的爸妈都是同一天送进医院的 也同一天出来了 但只是妈妈康复出院 而她的爸爸却是永远离开了 爸爸是从来没有下过不同病房 他都是在重症ICU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醒来过 就是all the time都是在昏迷着 所以可以跟她讲话的 是在昏迷进去之前 罢了 没有啊 就是到她去世都没有啊 就醒不来了 我现在坐坐好了 坐上去 很快乐 走来的安妇院长 然后旁边就躺着一个女长者 这样心想一下 那时候会心想比较多了 躺着两种可能 一就可以活出来 二就是说 goodbye 罢了 病毒不挑时间不挑人 在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亲人确诊的时候 没经历过的人绝不会体验到后果竟然是那么的恐怖 那么的叫人煎熬 那个时候医生打给我他只是跟我讲 爸爸很严重要婚女方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是有多严重 到医生跟我讲说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吓到 整个人是心里发冷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举动 我也不能好像讲说我想去看爸爸应验 因为他已经在那个IC里面 医生讲完话过后 电话给我爸爸 然后爸爸只是讲就让医生坐来 他就叫我回去休息 一挂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是崩溃的 可是那时候妈妈还坐在那个 补充那边 我自认自己也是有跟完SOP 该做谁坐了也是重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健康方面还不错 都会恶化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COVID是很恐怖的 没有人想下一个就是你 但是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了 这个东西验证在我身上了 发现确诊就诊断出是第四阶段重症病患的蔡经妇 给我们讲述了他在确诊之后 让他最痛苦的三件事 就是咳嗽可能非要跑出来这样子很辛苦 然后被插那个枕 应该是插了有超过20枕 两只手差不多插满 第三个就是那个吃药然后前名 吃药然后前名我们也是第一次的 被验出血液内氧气不足 被送进双西毛诺医院的重症病房 是他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除了每天要依靠氧气机来呼吸以外 每天还眼睁睁的看着身边年老的病患 一个个离去 所以我右边那个也是年长者 他是一来很稳定这样子的 一直到他到晚上 变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他去办掉他的管 就弄到地上 厕所就直接是选 在这边的情况有两种可能的 一你就恶化了 庆幸我是没有恶化了 他就跑回来 而我对面那个叔叔 他应该是恶化了 他就送去双西毛诊了 现在已经有机比赛来 OK 说到ICU加护病房 蔡庸君说 60岁的父亲入住ICU加护病房的那一刻 让他不敢相信 自小以来印象中都是生龙佛斧 健健康康的爸爸 会竟然就这样 躺在冰冷冷的病床上 神态一蹶不振 而伴随在他身旁的 都是许多他说不出名字的仪器 ICU的场景 到现在他还是历历在目 一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人是吓到 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傻去 左右全部都是那些医器 然后刚好爸爸在洗身 所以那个洗身的马讯也在旁边 看到爸爸的那个印象是 到现在还是记得 每一天睡觉前还是会想到 不管是怎样都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妈妈的病情后来逐渐逃整 最后康复出院 他说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医护人员不免不休的照顾 医护人员真的很伟大 我妈妈其实出院过后 我也是有去送一些东西 给之前我妈妈的那个ICU的医护人员 就是给他们一些鼓励 也做不了什么 只是跟他们讲说 其实马来西亚人民还是很支持他们的 让他们不要倒下要坚持下去 因为只有他们能保护我们 同时当然上这个习惯服务 是医护人员 这个团队也非常的棒 可以讲到他们的服务是非常好的 他们这个这个的能力 我们就在这个十几天 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自己或身边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到底会有多恐怖 那相信听了受访者的亲身讲述之后 大家都能够深深体会到的 病毒到来不会事前通知 当你发觉感染上新冠病毒的时候 往往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 受访者表示 害了自己你可能不会愧疚 可是如果你伤害到身边 或者你不认识的人 导致到别人病情严重 甚至是不幸过世了 那可能你一生都会愧疚 他们希望可以通过 讲述自己的亲生经历 让大家来警惕 在疫情肆虐之下 大家必须爱护自己 要守护家人 要听从卫生部的指示 要严守防疫SOP 要尽快去登记接种疫苗 不要再为当下 愁云惨物笼罩下的国家添乱了 大家必须一起并肩作战 打败新冠疫情 所以大家要严守SOP 赶快去登记接种疫苗了 接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则转发 打败新冠疫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